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点回来 我可不可以买糖糖吃啊 可以 小明见有钱过手 有得滚鸡又有糖吃 于是很高兴地出去了 怎知隔了一段时间 妈妈竟然见到她哭着地回来 难道她在过程中 好像香港那些被劫婆 遇到南亚贾难民做到Bully 不是不是Bully阿摩 而是小朋友太过小了 妈妈 我刚才坐下吃糖大风吹走草籽啊 小明乖 下次用石头扎着她 就不怕被风吹走了 小明见妈妈没怪她 口水鼻涕于是就收回了 过了两天 妈妈又说了 小明啊 可不可以再帮妈妈去买点东西啊 上次都不记得叫你买了鸡蛋啊 啊我听过 小明买了蛋 又似顾着吃糖 你知道了 有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豆丁小明怕鸡蛋会被风吹走 于是乎拿起石头 一下就放在鸡蛋上 没错 这个小明石头加鸡蛋的故事 是风刺人不知变痛 别以为这项麦首成规 只是小朋友的枕鸡故事啊 现实中不知有多少小明 我有看新闻 南辣椒吹残留的 求复苏鸣为空话 你想说 港府死泡辣椒不放呢 留意 现在不是我说 而是市里说给些港产官了知 穷你就好变啦 变才得通的嘛 不用说什么 香港疫口经济复苏归爬矮爛 进展未如预期 早已经落后于邻近地区 屋楼更兼逢年 夜雨的是 遇上了内地房地产债务爆雷 阴霾笼罩 勃极都不是好散 你知道啦 中港经济一脈相承 香港走不走得了呢 外界普遍预期 本港楼市下跌的趋势已经形成 楼价可能会再插两成 不少声音都批评楼市辣椒早已拗完 呼吁港府快快设立啦 等什么呀 知不过 我知道 港产官僚有些脑增入定 你急他不急 以不变 应慢变 亦变 少变那只 只以惯了密守成规 甚至在以代弊的官僚禁于创新和 即是考验中他们最缺的法 淡息借 不如只以石头回害法啦 港府早前公布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近1.5% 虽然跟早前预估数字一样 但就远低于市场原先预期 港府都修订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早前估算的3.5%至5.5% 收定至4%至5% 经济受压 市场看淡 有些分析甚至悲观到话 受到内地经济下滑冲击 以及在高息环境拖累 投资异欲等因素影响下 本港的经济 今年增长最终可能只得1%至2% 市场看淡本港经济 跟楼市疲弱不无关系 香港地心照 股市、楼市是本港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只但你看下股市 恒生指数上周五收市失手18000大关 你说听我的伤心事 我现在连电视都不太看 你宰了很多重货吗? by the way 你避开财经节目就可以了 连电视都不太看 哎,严重了些是吧? 有没有货? 重不重? 视乎你NPF怎么选择 但每次听到电视有个广告 里面有班人在逗喊 行指收报点数 24000点 26000点 25000点 03 呼呼 我都想了 I know that feel 各市的确是需要选择一选择 事关单计八月至今 累计最多跌了百分之十点八五 不止跑书外围主要股市 港股市值都蒸发了超过27000亿 至于楼市 港府当年来无线外界诉求 紧纳纳招不放 以至二手楼市场一直插水 或是静过图书馆自收室都不为过 不用说什么 连新盘都要劈价出售 楼市长期沉底 已经是人都见 港官哪来得这么强的 Evidence and Confidence 认为现在很多炒家风 那样要炒起个市 喂 农历七月 你别吓人 不就是 昨日将有行会成员 兼立法会议员 顶不住的开声 促请港府调整或暂缓楼市辣椒 甚至认用 若果政府认为不能改动 一贯的过时政策 那所有复苏方案都将会是废话 当年设立辣椒的目的 在于稳定楼价 打击炒卖 现在莫说炒卖 在辣椒和加息双重夹击下 就连市民之业都看定些 愈来愈趋向 审慎保守 辣椒早就没有了存在意义 何况 港官经常说要抢人才 偏偏辣椒就放爱了外地人才来港落地生根 你说是不是自相矛盾 没办法 金融和地产市道静过轨 港府不去对证下约 但就几乎将复苏的一切希望 爱因在吸引旅客来港带动消费上 闭就闭在 香港在旅游方面的吸引力 甘非识比 再加上主市官员缺乏软件和部署 旅游业运力 接待能力 恢复不及 但是游轮码头建成十年 但交通安排仍然是一祸足 早就已经上了步 不听不动 赢尽口批 当不少中外旅客 都好像港产倒片里面的对白似 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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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香港要怎样实现 找到大钱复苏大计呢? 再次豪钉公帑 将你好香港和开心香港 来个加强版 你好开心香港 又没得想 港产官条写网字 说要搞活、搞旺夜市 以夜经济带动旅游及地区消费 不过新一篇网字 刨了头 夜市那些都未见任何实质措施 唉,乖的了 香港的股市、楼市、经济 要怎样挽救呢? 写多十篇、八篇网字 一定行 除非不行 好了 大家对今集内容有什么看法? 是like?搞错? 还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